投資長今天台積電重返 500 元大關 還有我們的 Type C 概念股 創為盤中大漲 4% 重點是今天的標題寫說 台積電上 500 巴菲特是大贏家 15152 就在眼前嗎 1512 隨時噴出 隨時站上去好不好 過年前不然過年後馬上噴出去 為什麼我節目會講得很清楚 除了以外我要跟你講更多標股 還有今天有個神秘嘉賓 我要證明哲哲到底砸多少錢在我們研究團隊 花多少時間以及精力 你就知道我們是最堅強的 所有的標股介紹 通通在今天的老文藥華爾街 你一定要看 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榮耀華爾街 我是主持人LUNA 今天是1月13日 台積開盤14923點 中場收在14824點 漲92點 昨晚美國CPI公佈出來是6.5% 符合市場預期並且持續回落 但是初領失業救濟金的人數意外下降 因此美股四大指數震盪後收漲 再來看到台股大盤 今天也受到CPI的利多影響 一開盤就大漲200多點 之後漲幅收斂 下周台股封關前會有機會突破萬五嗎 後續盤施解析我們交給 經濟日報全國冠軍紀錄保持者 同時也是全台灣LINE 粉絲人數最多 演講講座常常爆滿 最受歡迎的分析師郭哲蓉投資長 投資長好 LUNA 各位朋友大家好 大家好 投資長昨天你就有在節目上預告喔 1月12就是昨天是1月裡面最重要的日子 還不重要嗎 是 還不重要嗎 我們對你多好 哇興奮喔 對 然後我昨天還一直發文章 有看到嗎 你說不讓你睡 不讓你睡 我昨天一直發文章 我昨天很晚才睡覺 你繼續說來 是那就是有台積法說 還有就是美國CPI 開獎出來是6.5% 哇真的跟投資長預測的一樣 完全符合預期啊 是 華爾街有說6.5 我說6.5這個很OK 甚至還可能更低 我就知道這個區間範圍裡面6.5到6 你去哪邊找這樣的分析師 你繼續說 好那恭喜台積電 重返500元大關 還有呢Type-C概念股創為盤中大漲 4% 那想問投資長 下週的台股行情該怎麼看喔 下週的台股行情 該怎麼看喔 我要跟大家講一次喔 我覺得下週的台股行情喔 你 會有機會噴 會有機會噴 雖然只剩兩天才有機會噴 他為什麼會噴 他是 不得不噴 被拖著走的 什麼意思 美國股市他還會在領先持續上漲 記起來我講這句話喔 我們先來看我們的預告好不好 我們先來看我們的預告 那講到同時等一下我們有個神秘嘉賓 等一下再跟你講好不好 是女生還是男生呢 那個 講的就不好玩了 來 那我們來跟大家講 看清楚 我們先來看秀簡訊 那你幫我秀講一下整個獎 好 恭喜 2330 台積電股價創下 4 個多月新高 我們多次加碼 成本最低 只有 400 元喔 那現在已經來到 500 元以上 法說會沒有釋出利空 投資長持續看好他 手上持股 去爆 手上持股 去爆 手上持股 去爆 所以投資票我要跟大家講喔 你去想想看 你要是咱的分析師 是 我這時候有說過一句話 我說你好歹 300多 400元整數買一張吧 你們不理我 我就買啊 你聽懂嗎 我是說 開玩笑 我管那些外資 10個外資 人家說 三個臭皮醬 剩過一個諸葛亮 對 我說10個外資也贏不過一個巴菲特啦 有沒有這樣講 有 巴菲特贏啊 巴菲特成本其實是 400 200 300喔 沒有 巴菲特現在賺很多賣掉 你以為巴菲特看 像 一般賞戶一樣看那麼短是不是 只要一下下就好 不可能的事情 他電子股最短犯兩劑 大部分都犯個10幾年 如果14年按照他以前的報酬 按照他比亞迪的報酬 你應該要漲40倍 那應該要漲到16000 不是16000點 是漲到16000塊 的台積電 哇很難想像耶 你很難想像 你很難想像 所以台積電噴出去剛好而已 好不好 成本最低只有400元 我 我的成本喔 比巴菲特還低 不錯吧 對啊 所以真正贏家是巴菲特還是我 是投資者嗎 我要講實話啦 我高點的時候也有買啦 好不好 所以我不是這種人 好不好 台積電上500 巴菲特才是大贏家 15152就在眼前 我們來看到之前的預告喔 之前喔我們是上三個月的時候 12月13號的時候 12月13號的時候 12月13號公佈 CPI嘛 7到7.3嘛對不對 結果是7.1嘛我是完全運命中 我說突破本波高點15152點 我說農林年前 所以剩下兩天不是不可能 那當然如果農林兩天錢沒有沒關係 如果你覺得因為這樣子算不準 你不要參加我行列也沒關係 只是至少改預告在前面 你聽懂嗎 這是我跟別人最大不同的地方 來 但是今天盤中有接近1萬5勒 對啊 對啊 所以會被拉起來 你相信我 那我第二個預告 我們那時候有沒有講 我說 CPI是多少 6到6.5之前嗎 我說實際上 實際上6.5% 6.5嘛對不對 6.5 我那時候有沒有說過這個機率最大 有 我說這70% 這10% 這20% 我說2月底之前挑戰1512 這張圖表 你一定不相信對不對 我們來看一下重播 這機率比較低 這不會 我認為不會是說不是不會回撤 而是不會高於6.5 我其實不高 我不能說沒有 我就頂多10% 10% 因為已經下到6.5嘛如果說是7%我可以給你賭 應該是0 這只有10% 那這邊呢 這邊大概至少差不多70% 這邊有20% 什麼意思 我再告訴你結論 大概會接到6到6.5 年底2月底前 挑戰1512 2月底前挑戰1512 沒錯吧 6到6.5就是一樣啊 所以你看 2月底前挑戰 甚至快一點的話什麼 農曆年前怎麼樣 挑戰 15152 所以今天昨天一下攢200多點 不然那你今天覺得開高走低好像是垃圾盤 是垃圾盤 我告訴你 你不要瞧不起台積電 台積電 讓點數 墊高墊高 墊高要怎麼樣 讓你看到 一切秘密 然後那你知道台股的底氣是足的 接下來我很多股票噴出去 你信不信 是 所以你去想看你要怎樣分析師好不好 講話今天有點high我喝個水好不好 馬熙那你有沒有什麼問題問我 好那投資長就是很多人認為說因為有一些 點準會的官員出來講話嘛 他們說下個月升息印碼的 機率比較高 那投資長怎麼看呢 甚至 其實Fade Watch 昨天一度啊 下個月升息印碼是百分之百 喔 所以代表一件事情中端利率喔 喔 如什麼 如那個債券推完說的美國債券推完說的 你不要管Fade說什麼 市場說什麼 市場說到5而已 不會到5.25 你通膨降那麼快你要搞清楚一件事喔 我給你看那通膨圖的圖我來看一下 這通膨圖的圖喔 非常明顯 什麼明顯 欸 有沒有 這邊 7.7 你少一個7.1耶 在搞什麼 11月 對 怎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沒關係反正那個曲線圖是這樣子喔 這樣 請助理一定要再改一下喔 不要錯我們不要錯這種問題喔 7 8月也少 全部都做 塞不進去 沒關係至少連續三個月份要有 7.7 7.1 6.5 我們來看這邊 11月的7.1 我問你一件事有反應 有反應 這個利多額散展嗎 Luna有沒有 有 沒有 沒有 我給你看K線圖 你就知道沒有 你記不記得這個圖 那時候有沒有 開高走低殺下去有沒有看到 對 你看美股就知道 沒有反應我們來看一下 美股這美股 台美股這邊 沒關係一般人就以為有 你記不記得那一天 等一下喔 我們來看一下 你記不記得那一天高低點價差 1000點 台指那個道琼期貨 你記不記得 道琼指數怎麼樣 收個散影線你記不記得 那天我很興奮的發文章結果被打臉了 殺下去還台灣股市殺到14001 對罵我 我所有機會突破15152 因為我跟妳開玩笑 有沒有看到 所以換句話說 上一次公佈了7.1 怎麼樣 這邏輯很重要喔 公佈了CPI 7.1 是下滑的 這應該利多啊 因為現在是要打通膨啊 那我下滑就不用打通膨 沒錯吧 那廢的 不要打通膨 廢的就不會升息那麼多啦 不會升息那麼多 資金就會跑到股市去啦 因為不然你升息 每個人都想放在銀行去啦 或投資別的商品 投資別的商品吧 對不對 對 那個 上個月 公佈11月份的CPI 7.1 是利多沒錯吧 一定是利多嘛 下滑一定是利多 你不要相信是不是 如果再一次上升對不對 我告訴你 股市跌給你看 下滑是利多有沒有反應利多 看一次 Luna有沒有 現在可以告訴我了唄 反應一下下而已 一下下 所以沒有算完全反應嘛 甚至反而怎麼樣 代表是個反應一下下就下去了 代表他本來要突破了沒突破了 好 那你不要管7月 你不要管11月的CPI 我們現在看最新的 12月的CPI 沒有錯 假設11月的CPI是失靈了 我也現在不化了 那換句話說 11月因為他沒有 實現這個利多 一下下而已他沒有實現這個利多 沒有實現這個利多 聽清楚喔 因為沒有實現這個利多 從7.7% 那等於7.1這個不要管他了 直接下滑到多少 6.5 對 因為7.1這段他是沒有實現的 懂我邏輯嗎 居然他 7.1這段是沒有實現的 如果我是從頭髮尾站看喔 7.7到6.5 有沒有感覺很多 有 你有沒有感 你有沒有感 有感覺得感 有沒有 很有感對不對 所以7.7到6.5 你股市就應該反應7.7到6.5這利多 之前沒有反應的 在懂嗎 懂 所以會噴出去 所以我沒跟你開玩笑 我等一下喔 因為今天中場休息 我今天要喝個水 我今天剛才喉嚨不舒服 好不好 我在休息一下休息以外 我等一下再跟你講秘密 所以台灣股市接著一件事 農曆年前會突破1512 不用懷疑 不用懷疑 台灣股市為什麼今天有點開高走低 因為台灣股市已經比美國股市強了 比廢棒強 真的簡單 可是這幾天美國股市會強拉 會強攻 信不信有你 我下一段我要回來 我告訴你一個神秘人物 告訴你我的故事 然後我要再告訴你 SCFI 運價的報價 好不好 要的話按加1啦 好不好 給人事動起來 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投資長你說等一下會有一個 神秘來賓會出現 還有等一下要告訴我們 SCFI 的最新報價喔 對啦 我直接來好了 好不好 這來賓你也知道 還問我是男的還是女的 我如果講的是男的 要讓觀眾猜一下 如果是男的 如果是女的 如果是男的沒有人想知道 不好意思剛好是男的 可是這很重要 一彎你來一下 這個是我們那個研究室的 那個我的特助兼那個教育室的 那個教育室的主管 好不好 那個現在 等於2月份啦 他要 那個從我正教育室主管畢業了 因為很多會員都了解他 大家就叫你什麼 小華 叫你小華 他是楊玉華嘛對不對 那大家支持他一下 大家支持他一下 因為他現在有分析師資格了 那也蠻緊我的 因為他分析師已經考上很久了 不過現在我覺得訓練也夠了 所以以後大家可以訂閱頻道 開啟小鈴鐺 記得按讚要加分享 對 這很重要 這很重要好不好 投資長的也要定起來 謝謝你 沒關係 你不用講我 大家就這麼聽 我要跟大家講就是說 其實他是懷抱很大夢想 為什麼說 因為我們研究團隊都最精英的 他捨棄高興 去當分析師 你這個 在我這幾年來 這一兩年 年薪最高是 是多少錢 自己講方便 沒關係就講 500萬以上 500萬而已嗎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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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我很怕我媽看到這一集 所以我一直不敢講 我只能說700萬800萬以上 好不好 沒有錯吧 對沒有錯 沒有錯 所以嚇到你們了 所以 就是 年薪就是千萬 就是這麼簡單 沒有錯吧 沒有錯 你媽媽 那是你跟你媽的事情 好不好 我只要跟大家講說 他是很優秀的人 其實 除了這以外 我希望大家訂閱他的頻道 好不好 下禮拜 2月1號開始 對不對 2月1號正式上線 好不好 那就謝謝你了 好不好 謝謝總之好 謝謝你 好 那因為我為什麼要突然再講一個事情 因為 一來我是要POMO他 因為其實他蠻聽話的 那二來 其實我要是跟大家講 就是說你去想一件事情 如果我一個人才 我願意 花這麼多錢 我願意就投資這麼多錢在他身上 你覺得我們團隊會不會堅強 你覺得 會 你覺得這才是重點 你嚇到了 哇 有時候我覺得成功不必載我 我跟很多 分析師 共識我都這樣子 我說 我都不續續繳這些東西 久了你就知道我的個性了 對 玉華我要再問個事情 很簡單 如果我問你一件事 不好意思你出來 問一件事情 如果年薪1000萬 我又只是想問你一件事情 如果 這一兩年 是年薪 1000萬的過程中 如果 我跟你講說 因為這是你我的約定 可能按照一定的比例 我如果說我給你砍掉一半 變500萬 你還會繼續為我工作嗎 會啊 500萬還是非常多 那 我有沒有砍 沒有完全沒有 我這樣說到做到人 謝謝你 好不好那不好意思 你再回去了 所以我是要講就是說 這就是我的個性 我堅持 做對的事情 我說話就算話 我堅持要對你們好 我就對你們好 你們不相信你可以來過來這邊 看連心條 好不好 這個什麼就是那個 稅率那個 那個網站都可以啦 好不好 你想跟我賭我都可以給你賭啦 好不好 那個 800以上 900以上 這一定沒問題 所以這個我都沒問題 我就這樣 就像之前啊 有人說贏我們 那個 贏我們那個 營收 營收贏我們 我說那沒關係啊 賭100萬也可以 到現在沒有人 為什麼 因為我知道一件事情 不會有人比我摩爾的 同事認真 不會有人比我認真 我就燃燒生命 當然 我每個人對認真定義不同 可是我就是很高工時很高工作的 去做每一件事情 我熱愛每一件事情 你要不要找第一名東西 你自己想看看 我很怕 我很怕在一來以後 大家很多人要面試 是不是 很多人面試 我很清楚喔 那個是因為 他是教育是主管 我怕很多人也必要面試主播 覺得每個人心情都很高 會不會 大家 我們都 其實我都敢給 重點是你 我還要跟大家講喔 其實就是敢給 問題是要取決你的能力 只要我覺得OK很認真 他就是 每天 那個 7點多 7點多 那個就來上班了 對很認真 8點多才下班 8點才下班 最後一次好了 來再一下 8點下班 問一下 他們很多人不相信啊 你走的時候 我通常 還在嗎 還在啊 從這樣都還在公司 還在公司喔 還在公司 好不好 你們不相信 每天 某天也可以打掉來公司 還在不在 在的話我會參加會員 也可以 我馬上出現給你看 所以你要找第一名分證師 好不好 你要找最努力的分證師 那玉華還是這樣子 我一直這樣抄下來的 好不好 他彼此認真 我一直認為分證師要認真 不是現在單一年就好了 我也期許他 不是只單一年就好了 單兩年單三年 需要他持續努力的 分證師是要持續一直努力 努力下去的 我昨天 我昨天12點 12點還走 你知道嗎 那你不相信對不對 你去問基林老師 我問基林老師 我沒有不相信 沒有不相信對不對 12點 我10點的時候還在 就這樣 12點 晚上12點 沒有騙大家 所以我要 我在公司邊寫文章 回到家之後 我好興奮喔 睡不著 所以你去想看 但沒有要自然分證師 你要選最認真的 我一直跟我所有的同等人講 我覺得 認真是最做事情最基本的態度 我一直跟大家講 但希望他訂閱他的頻道啦 好不好 以後 楊玉華 2月1號就有了 好不好 2月1號就有了 我也會請他來上福利社 所以我要講這些東西 我講說台積電法說 沒有視力空 大家的問題都是 上半年衰退 下半年回升 其實昨天如果你有看前進100%的話 我講到一個重點 什麼重點 什麼重點 都是下半年衰退 就是那個V跟U 跟Nike 那個限度就是 我要告訴大家就是 就是下半年要回升 我一下子講到重點 你看金晶哥公商講到重點 我一直 很快的 掠讀這個事情 是頭子講外資買超306億 我跟你講我本來真的要賭了 外資買超一定正常 邱老師是買盤 是 所以我跟你講 這個其實可以預告的 我不要給你示範的話嘛 好不好 你去看一件事情就知道 匯率是漲來跌 匯率 你就一件事喔 不論是匯率 匯率是漲 美元指數破底 代表資金回流了 還有什麼 還有就是美國 10年期公債殖利率也要破底了 所以所有資金都要回流了 台股不會漲嗎 你們最後一個原因 你知道台股不會漲嗎 大家連錢都要賣股票 因為是你連錢要賣股票 連後又噴 你現在要加入涵 我再講一次喔 你現在加入涵涵怎麼樣 2月1號之前的會期 我全部都吸收 我問你啊 你要2月1號加入比較划算 還是現在加入比較划算 現在 因為2月1號之前的會期 我都吸收啊 你2月1號加入要幹嘛 我跟你講過完年後就說會噴啦 外資求老師買盤 你以為我們可以開玩笑 哲哲 就像上次一樣 沒有突破1512 還要兩天你等著喬好不好 我不敢說一定 可是我跟你講說有可能非常接近他 我也是 你看 CPI我就敢 我就敢預測 我上前面買100的時候 主持人瞪在眼睛說 你好像很敢預測 可是 哲哲就是這種人啊 我就是敢說敢當啊 說出話來我就怎麼樣 我就要執行他 就是這樣子 我對玉華就是這樣子 我對所有人就是這樣子 我個性就是這樣子 我個性就是這樣子 你要全選第一名分子 好不好 好不好所以 有些人說 哲哲啊說我多認真真 你可能覺得我嘴巴在一講 你有空可以來啊 看我啊 我是在辦公室啊 是不是 我就是這樣的人 對我來說 很多人說 哲哲你怎麼那麼辛苦啊 好苦命喔 當投資長還要這麼苦命上班 我就是興趣 這是興趣 然後什麼苦不苦命 你覺得是苦命他就是苦命 你覺得他不是苦命 就是苦命 你懂不懂 所以我興趣就是想要把你們賺錢 所以你看清楚台積電怎麼樣 噴出去了 所以我要講三百三百多余 再一分鐘 SCFI 暈假怎麼樣 就要公布了 我不敢賭耶 中國 就像昨天那個 大力官友說 中國拉貨力道還沒有 我就會有相信我 可是我跟你講一件事 我個人不敢賭 是因為我還是覺得 我還是覺得他會拉起來 中國消費力道會起來 他很敏感 你信不信有你 Wait and see 好不好 再剩一分鐘 可是我不要賭了 我希望他起來 我就像跌也不會跌很兇 我希望他起來 我居然只有60% 好不好只剩一分鐘 我要緊張 現在2.59分對不對 2.59分 有沒有看到 對這個時間沒辦法騙了 iPhone的時間 那你們知道 所以有起來 不要說起來 哇哲哲 你有預告在前面 你沒有預告在前面 好不好 只剩一分鐘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股票 我們來看看 來 所以如果要懂我的意思吧 懂 外資求好是買盤會回來了嗎 對不對 因為 1.多兆的資金 外流應該說2.2兆 是 是 你看現在輕鬆已經回來1000億了 1000億 1000億沒了 不好意思 他1000億漲個 怎樣 就算打一半漲500點 你5000億 也要漲個2500點 是不是 所以外資這回流會非常非常恐怖 來我們來看一下 6104 創違 這也是我講的 畫面給我 有 有 報價出來了 不來了 聽起來你感覺 沒有很開心 跌29點 這怎麼辦 對啊怎麼辦 我只能說股價沒有創新高 沒辦法 等過完年好不好 過完年好不好 可是這 這跌29點也不會跌很多啦 什麼意思 我來看一下 三分醫師真的是壓力很大 要不是我很喜歡壓力喔 不然我 怎麼容易被打臉 剛跟你臭屁啊 說我很認真6.5啊 然後外資買300多位都預測了 這個不準的開始就要笑死責 沒關係 我跟你講 來 2603 長龍 這邊的底部150 我覺得不會破 禮拜一禮拜二 我只能說要大展機率不高 不能說不會 好不好 SGY報價 來看一下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最近報價什麼 跌29點嘛 有沒有收斂 好像還好 大家做個圖給我們 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這個 來這邊有 有啦有收斂啦 之前跌46點嘛對不對 現在跌29點 越跌越少了 只能這樣說 跟你結論 有 長龍 有陽明 有望海的 跟台灣股市如果過完一年前沒有噴對不對 過完一年後我直接噴出去 信不信用力 過完一年後我跟妳講我過完一年前 龍明年這14天妳猜看我幹嘛 要幹嘛 減肥 跑步 重訓 其他時間要刺激妳們 我要每天預告 所有該發生的事情 所以妳要加入我的LINE跟Telegram 妳不知道我會妳知道加入我的LINE跟Telegram嗎 我LINE本身絕對是全台灣最多的 我就跟你講啊所以我就跟你講一件事情 我從來沒有羨慕那些外資 因為我團隊喔 有他畢業的 之前還有會計師的 對不對還有分析師的 還有從業20幾年的 這是我跟妳講 我們團隊本來就比一般分析師團隊強 我就是敢砸 就像我講的 玉娃剛才講的一件事嘛 是不是如果你薪水年薪千萬 給妳減半五百萬我再多請一個人 另外一個人還會謝謝我 他也敢怒不敢言還是繼續做著 可是我不是灌老闆 你知道嗎我不是灌投資 所以我做人就是這樣子 人在座天在看 業界如果你們要的話 你知道有些業務人員要的話 你們也可以自己投一零四啦 好不好 跟大家講我們保密條款啦 不用擔心我不會亂講 因為很多人想讓我們這邊啦 大概還是一兩個職缺啦 好不好 OK 好 這我慢慢跟大家說預算啦 來 業務人員有些也是薪水很高 來預算 5351 怎麼樣 來 斬了3 怎樣 怎樣 跌0.5 跌0.5 怎麼樣 在這邊拉起來 同朋友 又下去了 看起來不行就對了 可是妳看 610是怎麼樣 創圍 創圍 對 今天上漲 今天上漲 我有說過我昨天在飛盤的時候講過一件事 就是殘短角 什麼叫殘短角 Nura我講過很清楚你記不記得 殘短角什麼意思 有沒有破錢高沒有沒有破錢低 這邊拉起來 對 這邊拉起來 沒有破錢低 這邊都有機會噴出去 Type C的族群是一定有機會噴出去的 好不好我先跟大家講好不好 那一樣喔 蓮勇也是要去庫存 相信我過完年後就很多去庫存了 蓮勇 蓮勇我們這邊慢慢拉 慢慢拉慢慢拉 還有除了這以外我們慢慢看 來 9904的保存 怎麼看 保存我覺得好特別喔 保存然後再噴喔 我一直跟你講一件事今天外資都買多少300幾 306億 360億喔所以這其實這個10天來喔大概10天喔 已經差不多買超1000億 記得一件事喔 那你現在又覺得怎麼買300億才漲100點 因為他累積賣壓 換句話說 因為照理說今天漲100點他應該是買100億 他多買200億誰賣的 賞戶賣的 賞戶賣的 過完年後 當然這過完年後我只講一個大概 過完年後這些 100億300億資金他會回流 他會回流 他慢慢的回流慢慢的買 這怎麼辦 所以我在講台積電會逐步墊高 他的態勢 你們不相信 過完年後噴出去 你不講還好0056 你50 500萬 就是賺那麼多啦 好不好 這不重要 等下賺1000萬的時候我再秀給大家看好不好 好不好 1000多萬 1000多萬 我只能除掉的時候 那時候好像賠600萬 現在變成 賺5600 我都沒有感覺 其實你不講我的萬計 很多人不講我的萬計 最後一分鐘我看大家有什麼問題 我們互動一下好不好 來來互動 聊天室趕快留言 今天多少1000人喔 是這樣 是因為孫玉華的關係嗎 怎樣 來 來 SCFI 摺摺摺不做了 他們說你太好了我給你太多了啦 你們重點不是他好不好 所以要加 加他的節目啦 請問你不要調心了 怎麼那麼難要調心啦 不敢講 不敢講 那個我們有約定要做好一些事情 加油 你可以的 所以我要跟大家講 你不要擔心他也是跟著那個 跟著快10年 快10年嗎 快10年嘛慢慢來 10年還是很年輕啦好不好 是 好不好 差不多89年啦 對啊 那我們來看一下 337星星也是一樣 可是星星一樣我會看藍店 藍店 藍店 藍店在那邊怎樣 這怎麼辦 第2隻腳 像股市都看起來很無聊可是那為什麼你看 這不是古聊 你看0050喔不知不覺 你看你如果 如果是你如果是買個 五六千萬你本來是賠個600萬 你現在是賺 500萬 500多萬 好 你 這個台積電 你覺得很無聊 那我問你一件事 如果 如果我問你一件事啊 如果這個盤真的很無聊 就是垃圾盤 你要怎麼做 買台積電嗎 你都知道啦 誰規定你不能賺錢的 是 而且買台積電假設你有1000萬 假設我給你一個很奇怪的股票 操縱好了 操縱你不知道 你居然不知道有聽過吧 散熱的沒關係 操縱電梯 操縱的 不是啦 是另外操縱 623你操縱 這個你敢 像你買1000萬你敢買1000萬嗎 不敢 你會怕對不對 對啊 可是台積電叫你買1000萬你敢買嗎 會 所以台積 那個股票就算一根斬停板也沒有用 因為你的一根斬停板你可能 你只賺10萬塊 因為你只敢買100萬 可是台積電的斬停板你就賺100萬 就這麼簡單 嗯 所以為什麼你說台灣50可以賺那麼多 因為就敢動壓 所以你要選對的分析師好不好 過完年後會有很多股票噴出去 你不要想太多 中國消費力道會比你想中強很多很多 然後我就講的 其實 只要 不要再漲價了 怎麼樣 這件事情到1月到2月的時候 今年1月2月的時候是跟什麼 跟去年比 是高級期 像我講的雞排理論 雞排在漲價怎麼樣 只要不要再漲價 通膨就變0了 廢的變0了 很簡單的東西 廢的就只看那個 通膨有沒有變2%而已 所以這些股票 這些位置 位置告訴你 最委屈的十大委屈股票 第一名的十大買點 就是聯發科 都知道怎麼藏了一家 你怕什麼 等一下買下去 這個時候就該買 很多股票該買 該噴 該做多 就該做多 還有元泰 這邊都有機會 過完年後電子股會想噴噴 外資已經求饒式買盤 是欠在進行室 果然跟我求饒 不然怎麼辦 進入求饒裡面 不買就是可惜 台積電 公賀 成本最低有400元的時候 現在已經來到500元以上了 之前600元以上 我是 你有沒有看過梗圖 我說600元以上是老天送給禮物 玩又一直在賞我 在笑我啊 600元買一張對不對 300多元買一張 現在賺錢還賠錢 現在賺 賺錢喔 因為成本不到500喔 好 笑嘛 看誰笑最好 哈哈哈哈 有沒有覺得欠打 不重要 你要跟 為什麼你覺得不開心 為什麼剛才在笑你又不開心 因為你沒跟我站在同一個陣線 你跟我站在同一個陣線就對了 所以你去想看你要成本營師 你要不要想最堅強的團隊 為什麼我願意花這麼多的薪水 花那麼多時間 花那麼多工作 花那麼多時間在這個團隊上面 因為我希望把最好的呈現給你 你想看你要成本營師好不好 想清楚的歡迎來聽下去 080668085 0800來來8085 好不好 那我也預祝各位能夠 賺大錢 謝謝各位 歡迎幫我們影片留言按讚 想知道更多台股操作技巧嗎 可以撥打我們專線 0800668085 0800668085 我們等你喔 拜拜 觀眾朋友注意喔 最近詐騙盛行喔 我只有三個官方帳號 除此外都不是喔 LINE小組 S178 Teregrine官方頻道 小組 A178 178 Teregrine私人帳號 小組 S178 178 注意喔 我沒有什麼前面是Z的帳號 或者後面是A的帳號 這些通通假冒 謝謝 如果覺得我們影片很有趣的 覺得有深度的 還蠻準確的 歡迎按照我們的影片 訂閱我們的影片 按小鈴鐺 記得按全部接收 還要 加我們的LINE 以及加我們的Telegram 我們的LINE跟Telegram 都是全台灣 最大的一個財經頻道喔 謝謝各位 摩爾證券投顧 0800 66 8085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